老板 急车 哎来了来了 你把车开进来吧 正好有地方 妈 哎小伙子 你可别乱叫啊 我这么大岁数 还没看见这么套近乎 抢架的呢 妈 你就别装了 儿子 你快去追呀 妈 你看天气这么热 你流到这么多汗 儿子 师妈对不起你 师妈给你丢人了 妈 你这是说什么呢 她离开我 可以过得更幸福 可我没了你 我就没有家了呀 妈 儿子 这个是最学期的学费 和生活费 不够了再跟妈说 妈 你们辛苦了 妈不辛苦 快去上课吧 妈 我这次没考好 没事的儿子 我们再接再历 妈给你买了件新衣服 谢谢妈 小浩 你怎么还没去上课呀 哎 这不是厮宝口 擦学的阿姨吗 你们这是 她是 哦 我是她的年纪 她妈妈 让我给她带点东西来 哦 那我先去上课了 妈 你为什么这么说 妈是怕给你揪人 怕影响你的学业 妈 没关系的 妈 你一天上班 一定要好好表现啊 放心吧妈 我一定要好好努力的 再过几年啊 就让你享福了 傻儿子 你自己好好过就行了 妈呀 不用你管 行 妈 那我上班儿去了 妈 儿子欠您的 这辈子都还不清了 这些年 您辛苦了 今天是您的生日 您快回家 我去买菜 给您做饭 好 儿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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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 哎呀 孩子 你怎么跟来了 快进来快进来 你快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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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这成天呢 在外边风吹雨晒的 浑身呢 一身的汗 有点味 你别介意啊 没事了阿姨 姑娘啊 你这次来得及 阿姨也没准备 什么见面礼 这样吧 你喜欢吃什么 阿姨给你做 不用了阿姨 那小浩买完菜回来啊 我跟她一起做 这么大人天的 你还在外面工作 一定累坏了吧 好好歇着吧 你真是个好孩子呀 我家小浩 用你这样的女朋友 真是福气呀 阿姨 您年纪这么大了 得应该享福 去孩子那边上班 辛辛苦你最大的努力 去解决心理的负担 这没什么丢人的 反而是我们的榜样 您放心吧 我和小浩 以后一定会好好孝敬您的 不让您再受委屈